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不喜欢了 我生怕好不容易拼凑出完整的冷静 在回忆起过去的种种之后 又被痛得四分五裂 其实哪有那么决绝的放弃 不过是失望攒够了 想要离开 你有这样爱过一个人吗 听说拴住一个男人就要先拴住他的胃 于是只会叫外卖的你 开始学会了如何用葱姜蒜枪锅 如何把鸡蛋煎成饱满的爱心 听说爱一个人就是要变成他喜欢的样子 于是从来不关心篮球的你 开始为了他研究起球鞋的牌子 听说他喜欢短发 你却剪掉留了三年的头发 只为了看到他惊喜的笑颜 也看起了之前从不关心的球赛 听起了他推荐的中金属摇滚 甚至玩他爱玩的游戏 明明你很想去一个地方他不愿意 你也会找借口 原谅他的不愿意 你收敛脾气 小心地在他的注视之下 雕琢着 改变着自己的样子 可是后来你突然之间发现 好像你手里的爱 非但没有随着付出变得越来越多 反而变得更少 你的爱没有变成他珍惜的理由 却尝了他敷衍你的底气 你开始变得敏感 多疑 焦虑 爱发脾气 你用争吵找寻着两个人相爱的争取 可是他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 只是说 你变得没有从前温柔 有时候你甚至会羡慕 只是觉得卑微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话题 说男朋友很忙是什么样的体验 其中有一条留言说 大概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都觉得你在浪费时间 很多人都说成年人的分手是一瞬间的 其实分手不是一瞬间痛快的决定 而是反反复复 追星自古的结果 是什么让我放弃了一个人 是自爱 微微到尘埃里的爱 失去了鲜活的朝气 是开不出花来的 过了很久我才明白 真正的爱情不是单方面的付出 和一味的索取 而是两个人 他们双向的奔赴 在这种奔赴中 你能感受到温暖 幸福 并借爱人的光辉 映出更好的自己 百依百顺是一个害人的词 没有人会喜欢百依百顺的人 你要作为对方的朱砂痴 白月光 对方的朱丽叶和她的玛丽脸 对方心头想骂 却又不舍得骂出口的 魔人小妖精一样地被爱着 我爱你 在你也爱我的时候 其他在感受不到 你爱意的日子里 我都更爱我自己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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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